说这个建筑师是一个老年职业 很多大师都是很大的岁数 他才能形成这么一个完整的世界观 路易斯康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建筑师 他最重要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是索克生物研究所 这个建筑有两排建筑围成的一个广场 他在设计的时候 原本是想在这个地方种树的 变成一个自然的花园 但是他一直举棋不定 就说这个树是到底应该种还是不种 然后他就去问了一个景观大师 是墨西哥的一个叫巴拉干的一个景观大师 景观大师按说应该支持他种树 但是这个大师说不要种树 把它做一个广场 这个广场是面对天的一个立面 这句话特别有哲理 因为立面一般是面对人的 但就是因为这个变化 让这个广场突然就有一种 让人跟天对话的一个精神性 也让它成为了一个经典的建筑 这个地方我还去过几次 我头一次去的时候 是晚上 然后这学校正好关门了 我还跳墙进去的 很多的人就坐在广场上 对着远处的天和海这条线发呆 然后我还看到一个人当时还流眼泪 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但是这个空间确实就特别有那种感染力 它这种感染力呢 我觉得就来自于这个空间的秩序感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强的轴线 但是在古典的建筑里 轴线的尽端一般是一个神 或者一个特别了不起 让你去崇拜的一个物 但是在它的这个设计里 中间是空的 它把这个物给拿掉了 这个空呢 是一个非常深远的自然 就是天空变幻的光线 太阳还有海和云 所以这些东西是用自然 把一个场所给精神化了 我是马颜松 这是我的大师课